特朗普在喬治亞州的監獄 留下美國前總統第一張嫌犯檔案照 華格納首腦墜機 受到懷疑的俄國總統普廷表示 會徹底調查 西班牙俗協主席當眾強吻求心 今天被各界罵下台 請問全球話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首先要告訴您 正副總統輪流出國拼外交 在賴清德回國之後 蔡英文總統也將在九月五號 訪問我國目前在非洲的唯一友邦 史瓦蒂尼 總統蔡英文二十五號南下 出席嘉義縣立委選舉幹部實施大會 提到嘉義是亞洲無人機研發中心 嘉義科學園區也動土 未來讓更多年輕人留在嘉義 也喊話相親全力支持 曉清德 蔡總統也拼外交九月將率團出訪我國 非洲唯一邦交史瓦蒂尼亡國 這也是蔡總統任內第二次出訪使國 總統府表示今年適逢使國獨立建國五十五周年 台史建交五十五周年 同時也是史王五十五歲生日 恩史瓦蒂三世邀請蔡總統訪問時國 並實地了解我國跟史瓦蒂尼在公衛醫療 婦女戶權等等各項合作計畫的執行現況 蔡總統判已達成同慶兩國邦誼 促進永續合作為本次出訪的目標 蔡總統九月五號搭專機直飛 史瓦蒂尼飛迪後展開臺史兩國元首會談 共同見證合作文件簽署儀式 晚間舉行喬宴 六號出席使國雙五五慶祝儀式 參觀史金政府醫院 七號拜會恩同碧王母 參觀國和會婦女計畫陳國展 與技術團及醫療團午餐序 八號返底國門 這次訪團成員亮點 包括高雄市長陳其邁 目前正在推動高雄市 以及這個史國的首都 就是姆巴巴內市 雙方在推動朝向這個 建立姐妹室關係的 這樣的一個計畫在推動 跟總統五協商業 看不到我們講到什麼 對啊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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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在非洲 還要與索馬力蘭互設代表處 針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出席南非金專五國峰會 鞏固非洲影響力 外界解讀蔡總統出訪 也有較勁異味 外交部澄清 史瓦地尼獨立紀念日 就是九月六號 春暑時間巧合 記者黃子杰 莊志成台北報導 雖然各界都有心理準備 但是當福島核廢水排放入海的這一天 來臨 還是引起了不小的震撼 相關影響 我們今天邀請陳文甲老師 來為大家分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陳老師 我們看到這個福島電廠的核廢水 一排放 中國立刻就禁止了所有的日本水產進口 你覺得這項新的發展 是不是將會讓日中關係 再度陷入僵局呢 當然啦 其實在這個昨天 他這個日本的核廢水排出之後 那其實這是充滿了又一個科學 又一個政治的一個敏感性 那你想這個 他日本宣布這時候來排出 那顯得意見是在八月十八號 他們美日韓 他們大衛營之後的一個 一個就有都共同來對對抗中國 然後採取的另外一個 一個所謂的政治 一個活動 一個訊息 那當然中國他會 就日本是借力使力 但是中國他一定接體發揮 因為這是充滿了所謂的政治議題 所以他會把這個事情無限上綱 包括這個昨天外交 中國外交部就提出嚴正的抗議 那當然就日本的這個岸田首相 他也認為說希望中國能夠理性 來看著這個問題 因為畢竟做這個事情 以他們已經做 做好的一個最好的科學評估 同時也得到國際原則能總署的一個 一個認同 一個同意 那因此在這個部分 當然中日之間 在這次充滿了這個所謂的 美中博弈的情況之下的一個 另外一個戰場 其實中國方面先前有開放 這個團客觀光 看起來好像想要改善關係 不過現在這個福島核廢水 又變成了一個新的變數 就好像老師剛才說的 這個事情除了科學根據之外 又還有一些心理因素 另外還有政治因素 所以就變得更加的複雜 是的 那另外一個政治因素 其實就是包括日本國內 這個福島地區的漁民在內 他們也是反對排放核廢水的 不只是臨近的國家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岸田政府 最近的民調其實是蠻低迷的 這個事情會不會再度造成衝擊 那當然就要看這個整個一個 後續的一個發展 那我想說岸田政府 之所以是已經決定這麼做 代表也盜還美國的一個支持 那此外其實現在岸田 他最重要是要維護國家的安全 那其實核安的問題 他把變成歧視 歧視問題 因為畢竟日本還是希望能夠確保 這個能夠去抗中 來確保他日本的一個國家安全 那所以這個岸田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就一個他一個日本政府 是非常仔細跟小心去算計過的 因此我覺得他在後續 他一定有最好的安排 那至於民調 其實民調如流水 因為日本其實一下子 這個記憶也不是那麼的清楚 一下子可能就會隨著這個 所謂的只要日本的這個 不管是他的這個以後的一個管控 或是說他對這個 不管日本的這個漁業 或是說生態 真的也做好一些 最好的一個保護的話 那我想這個這個民意願 大概就會隨著這個 這個他們安全措施的一個 跟鞏固之後 可能就慢慢就會這個民意願 就會消去 那倒是真的 其實這個岸田先前在訪問 這個烏克蘭回來的時候 他的這個民調暴聲 結果後來又突然降下來 降到什麼歷史新低點 所以您覺得這一次這個事情 他只要好好安撫 有做好一些補償的一些規劃 應該這個民意方面的反彈 還是可以 應該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 不過我們也看到 這個中國和南韓民間 其實反彈聲浪 我們這兩天蠻大的 那麼相對起來 臺灣社會的反應 是相對平靜的 您認為我們的政府 應該要怎麼樣因應 這個福島核廢水的爭議呢 那我想這個我們臺灣政府 是沒有做 他是很淡定的處理 因為我覺得這臺日關係 其實現在不管是官方 跟非官方其實都很 很好的一個溝通管道 我想這次他要排出這個核廢水 其實也跟臺灣做一個最好的溝通 那我想臺灣這個政府也做了一個最完善的一個應應措施 所以不管是 不管是我們原子這個原子的委員會 或者是這個跡象局 或是這個農業部 等等這些都已經做好了 做這個周全的準備 那因此我看來 其實我們臺灣現在要做的部分 當然就要隨時去掌控 然後因為畢竟這個 這是一個未知的科學的一個檢證 那所以不管是在這個 在整個一個環境的監控 甚至對這個漁民 或是對海洋生態 其實也要做這個與時俱進 要做好因應 那我想這樣子 就能夠把這次的這個日本核廢水 我們就有最好的 有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因為他要排放長達三十年 所以要適時適度 要定期的要向這個所有的民眾 來說明這個進度 你覺得這其實是蠻重要的 做一個溝通 是的 OK 非常謝謝這個陳老師的分析 我們繼續要來關心的話題 是陸委會昨天宣布 九月一號開始恢復第三地陸客 來臺灣觀光 也會逐步開放兩岸團客 但是有旅遊業者擔心 中國方面 如果沒有順勢接求 恐怕還會繼續卡關 陸委會二十四號宣布 九月起恢復第三地陸客來臺觀光 也規劃逐步開放兩岸團客互訪 初期每天各限額兩千人 但要是中國方面回應 再確定實施日期 臺灣旅遊業者則樂觀其成 直呼準備好了 只等戰策上路 業者認為我方釋出善意 是好的開始 但也有旅行社擔心 如果中方沒有順勢接求 兩岸觀光又會持續卡關 呼籲政府要更積極協商 也因考量兩岸航點 還沒全部恢復植肥薩的配套措施 不過對於我方規劃 中國國臺辦批評人阻擋 兩岸正常交流 限制嚴苛是民放十黨 而交通部訂出二零二三年底 國際觀光客來臺 達六百萬人次的目標 其中一百萬人次鎖定陸客 截至八月十號 以約有三百四十萬各國旅客來臺 能否達標振興觀光產業 備受關注 這兩天的國際新聞頭條 是俄國的瓦格納 傭兵集團領袖普里格金 在兵變失敗 兩個月之後 驚喘死於空難 戲劇性的情節 讓大家議論紛紛 而美國的初步情報 現在評估 飛機失事的原因 是內部發生了爆炸 那麼受到各界懷疑的 俄國總統普廷 宣稱墜機事件是一場悲劇 他表示將會徹底調查 普里格金與副手們空難一天後 普廷二十四號 在一場電視轉播會議上 打破沉默 表示哀悼 說自己跟普里格金 一九九零年代後期就相識 肯定他跟離難的瓦格納成員 對俄軍在烏克蘭 打擊所謂新納粹政權的 共同事業 有重大的貢獻 這些都不會被遺忘 他也形容 墜機事故是場悲劇 需要時間徹底調查 美國初步情報評估 實時專機並非被地對空飛彈擊落 而是內部爆炸導致墜毀 也研判極有可能 就是鎖定普里格金 因為他六月發動的未遂政變 被普廷稱為叛國 而瓦格納集團在非洲等 戰亂地區有龐大的軍力 跟能源 礦產等金基姆 普里格金空難前 也才剛從非洲回國 普廷接下來如何安插 聽話的親信 領導瓦格納接管海外的商業帝國 維持區域影響力 是一大挑戰 這起空難造成普里格金 在內十人死亡 當地親烏克蘭的俄羅斯志願軍 呼籲瓦格納傭兵倒戈 表示他們正面臨一個嚴肅的選擇 可以站在俄羅斯國防部那邊 當看門狗 或者是展開復仇 公視新聞時會這種編譽 美國前總統川普的這張照片可是具有相當特別的意義 看看他下面的編號 沒錯 這是一張在監獄裡面拍攝的嫌犯檔案照 在美國歷任總統當中只有川普拍過這種照片 原因是川普跟其他十八人被指控 企圖推翻二零二零年總統大選結果 遭到了喬治亞州檢察官起訴 單單川普身上就背了十三條罪名 他跟其他被告一樣 在獄中按指紋拍照片 不到三十分鐘就以二十萬美元交保離開 但是他堅稱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 還說這一次選舉受到了操縱 再看一次 川普這一張歷史性的嫌犯照 表情實在是生動 他的支持者表示 要印在T-shirt等周邊商品上面 肯定話題十足 美國前總統川普二十四號 從紐澤西搭乘四任專機抵達亞特蘭大 在重重警力的護送下 前往惡名昭彰的富爾頓郡監獄 被盜案 馬路兩旁拘集了不少支持 與反對他的民眾 舉標語牌示威 富爾頓郡警長辦公室對媒體表示 七七歲的川普和本案其他十八名被告一樣 都已規定按指紋拍攝嫌犯打印照片 川普的囚犯編號是PO1135809 川普還在前身是推特的 X.com社群帳號發布 美國史上這第一張的前總統監獄大頭照 並附上干擾選舉 永不投降幾個大字 上面還有競選2024美國總統大位的 募狂網站名稱和連結 這是自四月以來川普被起訴的 第四中刑事案件 罪名有違反 喬治亞州的喬雜勒索法 教唆公職人員 違反誓言 密謀冒充公職人員 密謀偽造文書 以及密謀提交虛假文書等 總計十三項 川普當時在白宮致電 喬治亞州務卿拉芬斯伯格 要他找出 一萬一千七百八十票 以贏得選舉的電話 錄音 兩年下來不斷地在各大媒體的 相關新聞反覆播放 如今遭喬州檢察官 威利斯以意圖推翻二零二零年大選起訴 川普人堅稱自己沒做錯任何事 轉而不斷抨擊民主黨籍的威利斯 指他企圖破壞他的白宮進血計畫 還稱亞特蘭大的暴力與謀殺案舉高不下 害得民眾就連出門買條麵包都膽讚心驚 川普在富爾頓進監獄前後待不到三十分鐘 就快速地以二十萬美元交保離開 而交保條件之一是候審期間 不得在社區媒體或以任何方式 威脅證人或是其他被告 並也禁止與其他被告聯絡 除了透過律師之外 公視新聞網戶文並應 今天新聞猜猜看的題目是什麼呢 馬上請劈率來告訴大家 好的 謝謝明明主播 我想請問各位觀眾 美國前總統川普因為試圖 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 被哪一個州起訴13項刑事罪名 一 喬治亞州 二 華盛頓州 三 佛羅里達州 想想看答案是哪一個呢 西欧國家荷蘭的高等教育 因為學費比起英國便宜 吸引了許多國際學生 但是大量湧入的外國學生 對當地的租屋市場 構成了極大的壓力 荷蘭政府已經決定 從二零二五年開始 要限縮英語授課的學成比例 從國際化回頭 重新走上所謂的在地化 這種做法可能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我們來看公視 國際記者的報導 這裡是全球百大頂尖 學府之一的荷蘭格羅寧根大學 而在記者身後 正是他們的主要校舍之一 目前正式開學的季節 來自世界各地120多個國家的學生 已經陸續抵達 準備開學 荷蘭高等教育全球知名 境內13所研究型大學 有超過一半是全球前兩百大 且高等教育學費相較於 臨近英語系國家英國更為低廉 因此每年都吸引大量國際學生 根據荷蘭統計局的最新資料顯示 2021學年度 每2.5名大一新生 就有一人是非荷蘭籍 國際學生總體人數更在短短16年間 暴增3.5倍 而目前荷蘭高教體系內有約1成3的國際學生 歡迎國際學生也就意味著必須以英語授課 因此荷蘭大學裡全英語授課的學士學成有將近三成 碩士學成更高達近八成 大學高度國際化從臺灣人的角度來看可能是好事 但在部分荷蘭人眼裡卻是另一回事 大學合作的學生宿舍有限 因此許多學生都需要自行找房子 也有荷蘭居民認為荷蘭政府應該負起更大的責任 租房市場供不應求只是荷蘭對高教國際化踩煞車的原因之一 荷蘭教育部長戴克格拉夫就指出 目前國際學生的數量如果不加以控制 恐怕將導致教室過度擁擠 教室超時工作 學生宿舍不足等問題 因此從2025學年度開始 各大學的非荷蘭語授課課程最高只能占三分之一 而且因英語授課的課程還必須證明有其必要性 但已經居住在荷蘭多年的國際人士卻有不一樣的看法 荷蘭高等教育經過十多年的高度國際化 在地化將成為未來發展的主軸 但是這樣的做法是否能夠提高教學現場的品質 以及減輕租房市場的壓力 將會在2025年見真章 公視國際記者張宇玲 荷蘭格羅寧根採訪報導 再來看8月初發生在美國夏威夷的大火 毛伊島郡政府已經正式控告夏威夷電力公司 指控他們沒有在野火蔓延之前 關掉供電設備 才會導致大火快速蔓延 而這場世紀野火已經造成了115人罹難 到現在還有超過1000人下落不明 介紹告訴您 以色列最近發生離譜的性別歧視事件 有多名公車司機碰到了穿背心和牛仔褲的女性乘客 就要求他們坐到後排 甚至不讓他們上車 憤怒的民眾走上街頭抗議 實在太過分了 高喊口號 拒絕性別歧視 以色列大批群眾星期四走上第二大城特拉維夫街頭 到極端正統猶太教的郊區抗議 原因是最近他們連穿什麼衣服的自由都沒有 以色列媒體報導 最近幾星期公車上不斷出現性別隔離現象 好幾名公車司機只因為女性穿著背心和牛仔褲 就要求他們坐在後排 並遮蓋不適當的衣著 抗議者抨擊 沒有人可以指使女性穿什麼衣服 坐在哪個位置 婦女團體指出 以色列因為宗教信仰 性別隔離的現象並不罕見 但近年對女性的歧視變多了 他們強調 以國是民主國家 任何人都不該剝奪他人自由 而在黎巴嫩 則是有扮裝人士遭保守團體圍堵 一間以LGBT活動文明的酒吧 星期三在變裝表演進行時 一群男性聚集在酒吧外大吼大叫 抨擊變裝噁心 結果導致演出中斷 兩名表演者還被迫躲到更衣室 兩名演出者擔心 這些保守人士闖入酒吧 還嫌卸妝混入觀眾中 最後安全部隊抵達驅散這些人 演出者才能離開 黎巴嫩曾是第一個舉辦 同志驕傲舟的國家 但近年對性別多元族群 越來越不友善 當地真主黨領導人甚至曾經放話 同性戀是迫在眉睫的危險 必須處理 同志的處境明顯比以往艱困 公視新聞 選您編譯 女子世界杯足球賽上個週末 由西班牙奪冠 但是西班牙足球協會的主席 竟然藉機 嘴對嘴親吻對上的球星 引起輿論嘩然 在各界的譴責聲浪之下 他今天宣布請辭下臺 西班牙女族在世界杯奪冠後 來到關底接受西班牙代理總理桑 氣斯表揚 不過西班牙足協主席 盧比亞雷斯在奪冠賽後 嘴對嘴親吻球星 埃爾莫索 而且還做出不雅動作 遭到輿論撻伐 國際組總二十四號宣布 將對盧比亞雷斯展開紀律調查 以瞭解是否違反相關規定 眼看風波持續延燒 盧比亞雷斯日前也公開道歉 不過西班牙代理總理在內 還有多位政府高層 和體育界人士 都將此事描述為一種形式的暴力 一些聯賽球隊也發聲明 要求盧比亞雷斯下臺 萬媒報導證實 盧比亞雷斯計畫 在二十五號辭去西班牙足協主席的職務 西甲豪門黃馬主教練 雖然不願討論辭職話題 但也認為他的行為不恰當 西班牙女族球星艾爾莫索 則透過球員工會表示 將透過工會經濟公司捍衛自身權益 公司新聞界委任編譯 現在要再把鏡頭交給P帥 告訴我們今天新聞猜猜看的答案 OK 美國前總統川普 因為試圖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 被喬治亞洲檢方起訴13項刑事罪名 川普已經主動盜案自首 成為美國第一位在監獄留下 嫌犯檔案照的前總統 今天的答案是1 你答對了嗎 謝謝P帥 以上就是今天的公視新聞全球話 我是黃明明 祝您週末假期愉快 我們下週一晚間再會 我們下週一晚 我是黃明明 小夏天 就來帶走 我們下週一晚 絲巴 然後 我們下週一晚 下週一晚 我們下週三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